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囊 我是林志童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 欧美股市上周五收市的情况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重申 未来两次会议都可能 国家息0.5厘 未有积极考虑大手上条利率0.75厘 言论暂时舒缓市场对当局落重弱 压制通胀的控框情绪 美股四周五大幅反弹 导致终止六年跌 收市升466点 升幅大1.4% 收报32196点 标碰白指数和纳指各自升大2-3% 标碰白指数收市升93点 收报4023点 纳指升434点 收市收报11805点 看美国上市港股与托证券造价普遍上升 汇控被本港收市升0.97% 腾讯升1.76% 阿里巴巴升5.04% 美团升2.34% 国寿升0.79% 中石化升1.21% 中石油升1.82% 欧洲三大指数全线升超过2% 凌敦富士加法指数收市升184点 收报7418点 佛纳福德克指数收市升288点 收报14027点 巴黎克指数收市升156点 收报6362点 看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油价升近4% 纳日期后上周五升4.36美元 收报每桶110.49美元 梁敦波兰特期后升4.1美元 收报每桶111.55美元 看金价方面 美元上升 国际金价年跌4个星期 星期间跌幅大于百分之一 等于期间收市要跌16.4美元 收报每桶1808.2美元 看最新的美元回价 港元7.849 日元129.429 欧元1.041 英镑1.227 瑞士法郎1.002 家元1.29 澳元0.695 紐西兰元0.628 美国国负债圈10年期 债益收率直播2094 30年期债益收率直播301 看港股 刚刚开始升超过200点 暂时升幅略为收集 升191点 最新增加2085点 国企指数升90点 最新增加6898点 大市成交暂时66亿 这个环节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先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